DRAP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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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差不多啦 我们去找雷泽会合吧 一点就在果酒湖畔旁边 你不会迷路吧 怎么连一根雷泽毛都看不到 他还没来吗 难道是之前太辛苦 他回去之后就呼呼大睡 睡过头了 好吧 你说得对 那我们多等一下 趁这个时间 我们先交流交流吧 卖畅的提到的酿酒原料 听着都很抽象 盼索的勇气 慈爱的温柔 守护的执着 千锋助颂 你有什么头绪吗 哇 更抽象了 品质的话要怎么找呢 去哪里找啊 你的意思是 和蒙德城的这些组织又联系吗 好像还真是那么一回事 原来并不是对应着材料 或者具体某个人 而是一种笼统的概念嘛 仔细想想 刚好还都是嘉酿捷的筹办方呢 不对 敲过头了 这歌谣该不会是卖畅的线 那最后的千锋助颂 暗示的就是举杯仪式 嗯 那就清楚了 我们将计就计 等和雷泽会合之后 就去那几个地方找认识的人问一问吧 应该会有新的线索 重于启示哥哥 小派猫 对不起 我来晚了 没事哦 我们刚好也在聊天呢 拱困了他头脑灵活 原料的事已经有方向了呢 嗯 过来路上 遇到了可丽 因为家娘接到了 可丽也被放出来了 阿贝多哥哥 再帮蒂玛乌斯哥哥调整 嗯 特效 醒酒 汤器的配方 不能陪可丽玩 可丽就自己一个人玩 可丽跑到大街上 看到蒙多城的大人们 全都在庆祝节日 好热闹 好开心 于是呀 可丽也准备了好多好东西 想用自己擅长的方法 帮忙一起庆祝 可丽擅长的 完了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然后 就被雷泽撞见了 我看雷泽在想事情 跟平时不太一样 就问他 发生什么事了 然后 然后雷泽说 他在找妈妈 不是找妈妈 没关系哦 妈妈是很重要的人 找妈妈是很重要的事 可丽也来帮忙 雷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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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算找到你了 班尼特 大家都在这儿啊 各位好 各位好 这个 给你 这不是小灯草吗 嗯 没错 今天早上 我就是被他扮了一脚 我是摔了个嘴肯尼 他却还好好的 我认定 他就是你需要的 酿酒材料了 班尼特 哥哥 怎么会被小灯草扳倒啊 对哦 小灯草不是会亮吗 不是亮不亮的问题 可丽的意思是 小灯草很大很鲜艳嘛 肯定看得见呀 可能是我跑得急 怪我自己不小心 还是别把后面又摔了好几次的事情说出来吧 我到处向人打听雷泽去了哪里 这一个早上已经错过好几次了 还好现在遇上了 总算能喘一口气 谢谢你 你怎么知道 我要材料 哦 你问这个呀 有个自称是图书馆理员的大姐姐 来找三流司会长 希望冒险家协会的人 多多参与佳酿节 还顺便提了一嘴你的事 要我们帮忙 丽莎小姐居然不偷懒了 哦 原来那位就是丽莎小姐 听大家说 她是非常聪明的人 就是不爱出门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她 关于材料究竟是什么 我想了好久 也选了很多种 本来是想和你当面讨论的 但后来发现 还是小灯草最好 散发光芒 为探索者指路 多棒了一响 给你添麻烦了 哎呀 不用那么见外 我很理解你的心情 而且帮助朋友 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假如有天我的家人 我的老爹们需要 你肯定也会帮我的 嗯 有什么可丽能做的吗 带上可丽 可丽也要一起 小可丽真热心啊 感觉最受节日 想的就是她了 班尼特 你没说过 你家的事 这个嘛 因为我从小没见过爸妈 是被协会里的老冒险家们 抚养长大的 跟普通的家庭不太一样 如果真想听我家的事 嗯 那就来讲老爹们的故事吧 从最厉害的那个传说 开始讲起 班尼特哥哥 来和可丽一起做妈妈的孩子吧 妈妈很好 会照顾你的 哎 谢谢你的好意可丽小妹妹 但这事儿我不能答应 你看 我有老爹们 还有这么多朋友 伙伴 我还是班尼冒险团团长呢 不用担心我 嗯 可丽明白了 那送你这个 蹦蹦 对 是天天睡觉 不会爆炸的懒懒蹦蹦 希望他能做班尼特哥哥的朋友 啊 真的可以吗 嗯 蹦蹦也会开心交到新朋友的 我也 为你们开心 对啊 说不定班尼特的运气 会受到可丽影响 冒险变得顺利起来 还能发现平时留意不到的宝藏 当然 也有可能 幸运的只有可丽一个 不过反过来想 有班尼特在的话 可丽也不会闯出什么祸 这么一来 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度过家娘节了 好 放心吧 我们会互相照应的 冒险 宝藏 家娘节 好耶 现在就出发 哦 不对 毛毛树花 毛毛树花 雷泽也要好起来 容易骑士哥哥 小派萌 雷泽就交给你们了 赵妈妈要加油 要顺利 再见老朋友们 看到他们那么有精神的样子 真好 哦 差点忘了正是 是这样的 雷泽 刚才我和旅行者讨论下来 觉得温迪提到的酿酒原料 都是一些可贵的品质 说不定 他们就对应着蒙德城里三个组织各自的精神 如果能找到那里的熟人 就能发现你需要的东西 怎么了 还有什么新事吗 要不要跟我们说说 嗯 回去 想了很久 脑袋 不够聪明 不像师父 不像旅行者 但 不想不行 不能只让大家帮我 我也要做点什么 人类的爸爸妈妈 不了解 应该去了解 知道别人的爸爸妈妈 再来想自己的爸爸妈妈 所以 会问 这是好事啊 雷泽在努力寻找答案呢 没想到 班尼特 跟我一样 但他提到老爹们 气味变得不一样 暖暖的 像太阳晒过的干草 嗯 接下来我们也该回一趟蒙德城了 走吧 去西风教会找熟人帮忙 和雷泽关系比较好的 大概是 不好意思几位 我刚才 你们是准备回蒙德城对吗 有一辆本该从城里运水果过来的货车 迟迟没有到 我担心是在路上出了什么事 但佳酿节这边 我实在走不开 不知能否请你们帮一下忙 沿路看一眼货车的情况 啊 既然是顺路的话 好 去 我也去 大家帮我 有机会 我也帮大家 好的好的 那真是太感谢了 请留步 大名鼎鼎的荣誉骑士 还有提瓦特最好的向导派萌 甘请你们帮我一把 咦 居然有人会这样叫我 我的名号终于传开了吗 等等 我怎么感觉你有点眼熟 没错 我是西风骑士 伯恩哈德 隶属赫塔队长的后勤小队 按照基本的礼仪 我应该先和你积累起足够的交情 但时间太紧张了 我只能厚着脸皮求你 请你帮帮忙吧 拯救这次义脉活动 义脉活动 好像听秦团长提起过 你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是这样的 西风骑士团打算在家酿节期间 经营一间店铺 店铺赚到的钱会被用于慈善事业 提供给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的孩子和老人 而人选是由抽签决定的 恰巧就抽到了我 为了不让这次义脉失败 我去请教了许多人 但 但我平常大多负责仓储和运输工作 就连要卖什么都想了很久 更别提经营店铺了 所以我想恳请你们出手帮忙 对啊对啊 你说话不用这么客气了 按你的说法 意外活动是为了蒙德的孩子和老人们好吗 意义重大 他是荣誉骑士 我也是骑士团的老朋友了 分担一点责任也不算什么 实在感激不尽 那我就长话短说了 活动开始前 我们需要筹备家酿惊动 这是经营店铺的基础资金 附近的酒商急需酿酒原料 向他们出售原料 就能得到大量家酿惊动 此外 一些外国的客人 想要大量采购家酿节期间的饮品 他们正在寻找帮忙下单的代理人 出于长期合作的考虑 这些客人给出的资金通常很宽裕 和酒商们也有商量价格的余地 这之间的差价就是给我们的辛苦费了 也能够换成等价的加酿惊动 也就是说 我们的任务是给酒商提供酿酒材料 还有帮外地客人下单砍价 对吧 完全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难嘛 这 真的吗 那就太好了 我这里已经接到了一份委托 虚弥的沙瓦马先生 想要订购50箱假日果酿 这种饮品 可以在天使的馈赠的摊位买到 店主是格奥尔格先生 格奥尔格先生比较和善 但也不会吃哑巴亏 还请你们谨慎考虑价格 和格奥尔格先生好好勾兑了 我先继续搭建店铺 等到你们筹备到了足够的加酿惊动 就回到这里来吧 至于店铺的相关物料 就不用你们多费心了 我已经联系了供货商 只等资金到位 他们就会把东西送过来 好 分工合作 店铺部主交给你 资金筹备就交给我们 帮大忙了 有劳二位 味道 在这边 看见火车了 怎么还有球球人 难道他们是被水果的香味吸引来的 上吧 救人要紧 终于 火车了 一群 下海 何人 怪力 好 小手 终于 变成了 跑 猪 有人对吃的也太蜘蛛了吧 话说 你还好吗 没事吧 幸亏有你们出手相助 不然怕不是连人带货全都要栽在他们手里了 实在是多谢几位 我也不能在这耽误时间了 先走一步 大家家能节快乐 小哥 也谢谢你啊 嗯 有敌人 跟着 用敌人来称呼我 未免太生疏了 某种层面上 我们应该算是姐弟才对 罗沙利亚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不对 罗沙利亚似乎在哪里出现都不会奇怪 我重新换个问题 姐弟又是怎么一回事了 你的剑术应该是从法尔加那儿学的吧 迅猛而又刚强 是那个老家伙的风格 嗯 看你不擅长表达 或许应该多学学法尔加啰嗦的说话方式 就当是锻炼口语了 可惜他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没关系 我会等 姐弟 法尔加 哦 我明白了 他们两人的父亲都是法尔加 所以才变成了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弟 血缘原本也不能代表什么 不是吗 啊 差点忘了 你有一个妹妹来着 冷冷的 暗暗的大人 你也想不起来 真正的父母 长什么样吗 怎么 你是在陪他收集亲生父母的线索 顺带建立和家庭相关的观念 好吧 你说中了 我对亲生父母没有多少记忆 董事之前就没见过他们 这样的事似乎很常见 直至今日 世上仍有许多人日夜思念亲人 却无法与之见面 反正接触不到 也无需在意 重要的是 你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不是 你 这点 不对 卢皮卡互相保护 很重要 人类佳人 也重要 必须在意 好吧 就算你能查到你的双亲是两位大好人 或者相反 是无恶不作的大坏人 然后呢 这会影响你自己的选择吗 你又要走怎样的路呢 嗯 罗沙利亚说的话 会不会太现实了一点 对雷泽来说很难回答吧 别误会 别误会 我不是来给你们增加麻烦的 他的内心满是迷茫 而你我熟知的那些蒙德人 大多阳光和善 说不出太直接的话 阳光能养育许多东西 却解决不了藏在阴暗角落的问题 罗沙利亚 好了 话就说到这里吧 花给你 它和我一样都是冷冷的东西 巴巴拉最近忙着准备佳酿节的唱诗活动 暂时抽不开身 教会这边的材料 就由我来挑选了 可是 冰无花真的能用吗 会不会把枕筒酒都动起来 他的寒气我已经处理过了 隐忧诗人都说了要自由一点 拿去吧 不会有问题的 什么嘛 罗沙利亚居然这么细心 等等 隐忧诗人 那时候你也在查 谢谢 不用谢 小时一桩谈不上帮忙 只是还人情 我受了法尔家不少恩惠 身为半个姐姐 也该有所表示 祝你早日找到答案 再会 哇 就这样走掉了 我似乎也快习惯他来去如风的做派了呢 慈爱的温柔 嗯 嗯 虽然总感觉有那么一点别扭 但也算顺利到手了 剩下的就只有骑士团的部分了吧 嗯 嗯 雷子 你还在想罗沙利亚的话吗 她的话 像冰雾花花朵 冷冷的 会疼 但是 冷腹对伤口好 跟勾勾果一样 我要 好好想一想 说不定 也会好 嗯 我跟着你们 一边想 一边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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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你看 所以你是最合适的人选吗 哟 你们来得正好 丽莎正在和我聊雷泽的事呢 说到哪里来着 哦 酒桶 需要的明明是守护的执着 骑士团准备的材料居然是酒桶吗 也 也对 小派蒙提到的那种材料 我已经安排好人去准备了 只不过那个孩子也很认真 想多钻研一阵子 请你们耐心等待 至于酒桶嘛 你们收集了种种原材料 该不会想用打打乌帕谷的大锅 把它们搅在一起吧 所以想来想去 也只能拜托擅长交际 智慧过人的骑兵队长 去一次晨曦酒庄 顺个好用的酒桶回来了 好了好了 都是熟人 我当然明白你想帮徒弟了 恭维的话还是免了 但好不容易回去一趟 你就让我办这种事 我很为难啊 怎么会为难呢 交涉是你的强项啊 嘉酿节可是我们蒙德最重要的节日之一 狄鲁克那脾气 你还不清楚吗 只要暗示几句 比如说 蒙德人好久没过节了 由于各种原因 不是缺这个就是少那个 有人能帮帮忙吗 他听你这么说 一定愿意在资金和货源方面赞助我们 丽莎 摆明了是想讹诈地鲁克老爷 是个好主意 那我现在就出发 这边也答应得相当干脆 本来我还想替雷泽 感谢丽莎在幕后做的那些好事呢 这下都不知道自己要站在哪一边了 嗯 旅行者 师傅 做了很多 很辛苦 但我 问题回答不了 很没用 哎呀 小狼狼这是受了什么打击 垂头丧气可不行啊 啊 明白了 这样吧 小可爱 你陪凯亚走一趟 我来给雷泽做些心理辅导 还能顺便补个课 尽尽我的职责 过几天你再来接他 到时候 最后一项材料也该就绪了 有个能在路上聊天的人 我肯定是求之不得了 我不知道 什么才对 但师傅的话 相信 我觉得好 去吧 带骑士团向狄卢克问好 心里 像坏掉的树梅 酸酸的 我不太明白 该做的事 嗯 我会教你神奇的困扰归灵术 但在此之前 先从简单的 雷泽做得到的事做起如何 我们来练习说话吧 无论下次你是接受了别人的帮助 还是对大家的观点抱有不同意见 都可以通过精确的表达来传达你的想法 好 我会努力 我会努力 我会没有 是 坎 crowds 坎癢那么喜欢酒 应该也很喜欢珈酿节 鎢 啊 抱歉 剛剛有點走神 你問了什麼 哦 算了 不是什麼重要的內容 你好呀 迪魯克老爺 哦 我還在想家亮節期間 有誰會等我們來訪 原來是你們 還有你 哎呀呀 好冷淡的反應 迪魯克老爺似乎不怎麼歡迎我 再怎麼說這裡也算我的家 節慶期間回家一趟 無論在哪個國家都算得上是習俗吧 有事直說 事情嘛 就是你提到的家釀節了 為歡度久違的家釀節 代理團長特意聯絡了教會和冒險家協會 共同籌辦了一些節慶活動 但騎士團的財政狀況 不用我說你也想像得出來 騎士團的麻煩和我有什麼關係 喂 這話好無情 連我都聽不下去了 大家的努力不都是為了蒙德嗎 我都記不清有多久沒喝到過 晨曦酒莊專攻給家釀節的限定葡萄酒了 蒙德人肯定也是一樣 你是因為自己不愛喝酒 就不給別人痛快暢飲的機會嗎 快看 凱亞這傢伙 正在明目張膽地要求各種東西呢 話說回來 你知道嗎 騎士團的人都盼望著迪盧克前輩 能重回我們這個溫暖大家庭呢 要是有迪盧克前輩的人望 我們意賣攤位的隊伍 能一路排到音響海灘吧 有嘴滑舌對我沒用 你那條舌頭還是留著維護節日秩序吧 經費的事我記下了 稍後我會讓埃泽約赫塔小姐相談 最近倒是有一批酒 剛好可以拿去為勞辛苦了很久的勞動者 你希望數你的名字嗎 可別把我想得這麼離譜啊 陳希酒莊出去的東西 怎麼能數現任騎兵隊長的名字啊 原來你也知道啊 那這件事交給埃德琳辦 我會讓她以匿名形式把東西送出去 真是謝謝你了 哇 迪盧克老爺好慷慨 就算我喝不上 聽著都很開心 你們兩位過來找我 也是為了加量結盲 雷澤這孩子真不容易 一轉眼都這麼大了 還在找爸爸 迪盧克老爺 不如就幫幫他吧 什麼在可麗眼裡是找媽媽 到了卡亞這邊就是找爸爸 雖然這樣說是比較方便了 但聽的人肯定會誤會 沒關係 能聽懂 莊園裡有個酒桶 年份有些長了 但材質經過特殊加工 放在烈野花邊烤半天都不要緊 我猜 這個應該能滿足你們的需要 可以可以 我們什麼時候去辦 不用 我會差人送去集市 你們到天使的獵贈攤位附近領取就行 跟迪盧克老爺打交道就是輕鬆舒心 嘿嘿 那我們就替雷澤謝謝你了 不必客氣 朋友之間有來有往很正 迪盧克老爺個性好積極呢 有聞必報 真不錯 差不多到用餐時間了 幾位 要一起吃個飯嗎 既然這樣 我就先不打擾 節慶期間回家一趟 無論在哪個國家都算得上是習俗 凱亞 啊 少爺都這麼說了 不如也留下一起用餐 愛德琳小姐 我怎麼好意思再麻煩你呢 您客氣了 您每次回來都是以騎兵隊長的身份 想想這段日子 我只給騎兵隊長泡過茶 卻沒有為少爺準備過晚餐 呃 剛才的氣勢呢 不是很能說嗎 呃 迪盧克 你 你也不想掃了艾德琳的性質吧 也好 那我就不客氣了 麻煩艾德琳小姐多加一份刀叉 哦 好飽 好飽 艾德琳小姐的手藝真棒 眼睛和肚子都得到了滿子 喜歡就好 想吃什麼隨時可以過來 哦 那我可要多沾幾次旅行者的光啊 哦 凱亞這傢伙又在不正經了 好了 該辦的事情辦完肚子也填飽了 我要回去繼續工作嘍 少爺慢走 路上當心 我們也差不多該出發了 雷澤那邊交給麗莎就好 家娘節果然還是少不了我們兩個登場幫忙呀 迪盧克老爺 下次見 再會 家人嗎 嗯 沒什麼 你也早點休息吧 我跟雷澤算不上熟落 但需要幫忙的話 可以聯繫我 很久沒看到迪盧克老爺和凱亞少爺一起用餐了 至於氣氛 啊 不是我一位小小女仆能夠評價的 衷心感謝你的來訪 希望今後也能多多見面 但不得了 我已經在你以為 也不得了 我現在去招待了 我現在我會想找到 快點 我現在要去招待 我現在去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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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現在去招待 你 惊羊 我的東西 是的 我可以 是否幫我 寫如果是一件事 你的手 一二的背借 那些不守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知道雷泽那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辈 派萌 请帮我拦住她 哇 吓我一跳 你们两个怎么慌慌张张的 是这样的 我和沙唐小姐说好 要一起把酿酒材料交给你们 可她一听说雷泽也要来 说什么都不肯留在这里 我 我不擅长和陌生人打交道 只要材料能平安送到就可以了 这怎么行呢 既然是我们两人合作完成的 就应该一起出面 我不能抢了沙唐小姐的功劳 不是功劳什么的 这么看来 骑士团准备的材料是生物炼金的产物咯 对 是四倍甜日落果 四倍甜 普通的甜度还不够吗 而且 为什么是日落果 嗯 这就要从头说起了 我很喜欢闻酒的味道 对酿酒这件事情也学习和总结过一些经验 从结论来说 原材料的甜味是必不可少的 为了选出最合适的那种 我找来了蒙德周边所有含有甜味的植物和果实 逐一试吃 并记录了一份完整的清单 不同地点的同种素材也纳入了考量 比如清泉镇附近的甜甜花 会比试炎甲的更甜一些 哇 听上去工作量好大 没关系 这就是我身为骑士团女仆应该做的 能够代表骑士团 找到守护的执着 对我来说也是无上的荣幸 诺埃尔的眼睛在发光 但我觉得她是被丽莎小姐给... 啊 说回正题 只有我独自进行评测的话 我会担心陷入主观 那天正好遇到了从实验室里出来的沙唐小姐 就问了问她 啊 怎么了 沙唐 我突然想起来 我出门是为了去领最近进口的一批实验器材 啊 看你们的脸色 该不会是把这事情忘记了 一直在实验室里待到今天吧 啊 是的 对不起 啊 别在意 我也有责任 细材 我晚些再去找马乔丽小姐吧 诺埃尔 你先继续说吧 是 是 沙唐小姐不愧是专业的研究员 对我的清单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啊 就不用特意夸我了啦 在那之后 诺埃尔也告诉了我事情的经过 她明明不认识那位名叫雷泽的少年 却做得那么认真 让我很感动 但在我看来 现有材料都不足以达到完美这一要求 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含糖量高又便于发酵的水果 最后 我从清单里选择了果酒壶周围采集的日落果样本作为基础 将它改良 通过生物链金放大甜味的特征 再加以实验对照 一旦开始做实验 沙唐小姐的毅力就令我自愧不如 都说了 请不要夸奖我 总之 武士日落果改六三号四倍甜度版终于研发成功了 甜度经过严格测量 色泽和饱满度也是一流的 诺埃尔把它简称为四倍甜日落果 可惜现在的条件还不支持大规模量产 这次能帮上雷泽就好了 旅行者 我还有一些话想说 从小到大 我都生活得很幸福 虽然一直不太擅长跟人打交道 但父母从没对我提过要求 他们从没对我说过 你应该表现得更开朗一点 只是告诉我 做自己喜欢的事就好 我知道 我是幸运的 雷泽的生活我从未经历过 也无从想象 贸然说这些话只会是冒犯 但我真心希望她能过得快乐 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沙唐小姐 我又来晚了 师傅 忘记看时间 一直在说话 没事啊 我们刚好也在聊天呢 总感觉这两天说过一模一样的话 等等 沙唐怎么不见了 竟然趁她退门出来的时机跑掉了 你好 我是西风骑士团的女仆诺埃尔 你好 这份材料请你收下 是并不是我一个人准备的 另一位炼金术士 她现在 那个 啊 对 很遗憾 不能亲手交给你 药剑 花蜜 还有风经蝶一样的味道 对吗 哇 果然瞒不过雷泽的嗅觉呀 日落果 比之前闻到过的都甜 可莉说过 炼金术超级厉害 能让东西变好 嗯 希望这种甜蜜的果子 能为你们酿出最甜最好的酒 谢谢你们 下次 等她有空 想当面说谢谢 交给我吧 我来想办法说服她 说服她 不要每天都这么忙 然后就把她介绍给你认识 好 我会等 嗯 这下材料也收齐了 终于可以酿酒了 酒桶的话 我记得放在天使的馈赠摊位那边了 诺埃尔 那我们就先走了 再见 祝你们一切顺利 这次的任务 也算顺利完成了吧 啊 沙唐小姐的实验器材 我得去帮忙搬运才行 终于提示哥哥 雷总 这个这里 这里 你们看看谁来了 哇 这不是迪奥娜吗 我还以为你会来猫尾酒馆的摊位 结果好几天都没看见你 不可原谅 你怎么了 气死我了 可莉都告诉我了 都是你们两个干的好事 竟然让雷泽 让爸爸的朋友 可靠的好人也对酒产生了兴趣 雷泽 你绝对不可以变成 爬在酒桌上哗哗哗哗哗的臭大叔 我 不明白 听起来像是有什么误会 小可莉 你到底是怎么说的呀 我和迪奥娜姐姐说 雷泽要找妈妈 容易启示哥哥在帮她 他们很难过 他们需要酒 所以想要你帮忙 还没说完 迪奥娜姐姐就回答 可莉 你不用再说了 这件事我一定要关 然后 我们就一起过来了 好 好吧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 迪奥娜 关于这件事 传达环节出现了一点问题 你们的意思是说 雷泽是想通过制作父母从前酿造的酒 来了解他们的过去 嗯 不是刚编了一个说词在骗我吧 迪奥娜姐姐对不起 是可莉不好 没有说清楚 你可不可以不要生气 帮帮雷泽做酒 我抓好多鱼跟你一起吃 那 都都可以给你摸摸 我 我才没有多生气呢 可莉是想帮忙做好事 我明白 我刚才是因为不想雷泽被带坏 才不小心把声音抬高了一点点 既然不是要自己喝 那就免歪其难地帮你们一下好了 但有些事先说好 我平时调制的都是酿好的酒 现在突然要从混合原料开始制作 我也不知道会变成怎么样哦 太好啦 迪奥娜姐姐是大好人 嗯 哼 你们就会说好听的 看我的吧 搞定了 真不费力 接下来就得把它找个地方储存起来了 懂啊 懂啊 懂着风起有 嗯 是要放在有风的地方吗 风起地 可以吗 风很大 嗯 在蒙德只要说起风 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那里呢 好呀 好呀 可莉也要一起去 我还要监督我那个笨蛋老爹 就不跟过去了 可莉 下次再一起玩吧 好哦 约好啦 好巧好巧 你们也来了 卖畅的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我一觉醒来 空中飘来一阵特别好闻的味道 顺着果子的甜味一路走 就到这里了 对的 果子好甜 可莉也闻的大 因为我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 在你们封上木桶 把酒埋进泥土之前 还需要再做一件事 还吃什么东西吗 雷泽 还记得那半瓶千锋佳酿的味道吧 里面是不是有一点苦味 有 那种苦味大有来头 就是 这个 蒲公英子 你们知道蒲公英酒吧 在蒙德人心中 风能够带回灵魂 也可以保存记忆 蒲公英子就像自然的宝石 汇聚着每年第一缕风 人们把它放进酒桶 就是把当下的风放了进去 美酒因而保留下此刻的记忆 直到永远 所以 千锋佳酿就是最初的蒲公英酒 好厉害 我们的事情被酒浸下来了 至于为什么没有固定的味道呢 因为放进去的材料完全自由 嗯 那里子 你在想什么 爸爸妈妈的酒里 蒲公英子以外 不知道 我的酒里 有很多朋友的情感 爸爸妈妈 还是不明白 但 有大家 大家很努力 罚尔加 法尔加 师父 可丽 班尼特 棕色猫叔叔 冷冷的姐姐 庄校的大人 灰灰硬硬的女孩子 风经蝶味道的人 猫叔叔的女儿 律师人 派蒙 旅行者 每个人 都记着 酒 做起来 很难 没有大家 不会有 今天的酒 和朋友一起 困难 不是困难 我很开心 嗯 谢谢 朋友 也是卢皮卡 未来 大家一起 我是人 我是狼 都没有关系 长大 在一起来开 这桶酒 嗯 精彩的发言 我这个营优诗人 已经没有什么 想补充的呢 接下来就把酒买好 慢慢等待它 变得干纯吧 哇 终于完工了 我也想好好 庆祝一下了 没记错的话 明天就是 归凤日对吧 哇 风神大人 又回来了 提醒我了 歌谣还没有备完 我得回去准备 举备仪式 各位朋友 明天再见了 今晚好好睡一觉 明天早晨 记得迎着清风 叫醒你们的耳朵 然后 来听最好的 营优诗人演出 雷泽刚刚好帅哦 帅 是什么意思 就是厉害 没有 可莱才帅 可莱才帅 总算等到归凤日了 我们快出发 不要错过举杯仪式 哇 好多人啊 大家都来迎接风神了呢 哎 怎么都围在天使的 窥赠他为钱 按照惯例 佳酿节上品质最好的酒 要等到举杯仪式 献给风神大人 品尝过之后 才能开手 大家都在排队等着呢 哼 对这些家伙来说 迎接风神 只是个过场吧 丽莎小姐 你是来看雷泽的吗 嗯 之前还有些不放心 刚才和雷泽聊过几句 听说你们的酿酒之旅 还算顺利 今天我也能安心喝一杯了 哇 你也 雷泽他们已经在那边了 赶快过去吧 哟 你们来了 哇 这么多酒瓶是怎么回事 如果不知道 还以为你们也 摆了个卖酒的摊位呢 这些都是我们 帮雷泽准备的 妈妈说过 今天大家要迎接风神大人 要请他喝酒 如果风神大人高兴 就会变成风来祝福大家 我们想让风神大人高兴 让他帮帮雷泽 容易骑士哥哥你看 这是阿贝多哥哥借给我的 这瓶 是我的老爹们给的 还好 还好没在路上摔了 也就装装样子 用完得给他们带回去 妈妈说 风神大人的酒量特别大 只要他想 一口气 能把过酒糊喝干 这些 再加上雷泽爸爸妈妈留下的酒 鼓不鼓呀 哦 律师 各位 非常荣幸来到这里 今天 我受西风骑士团代理团长 秦小姐邀请 为大家弹奏一曲 千风佳酿 我会把最好的歌谣献给风 也献给在场的你们 我们把这些东西封尽头 等啊 等啊 等着风起涌 把佳酿的瓶口先腊上 南风和煦 北风猛 佳酿味道像什么 蒙德的名字 自由的梦 究竟是什么 发酵成佳酿 探索的勇气 慈爱的温柔 守护的执着一如初 伴着千风起注送 酸汁变甜 草筒润透 等啊 等啊 等着风起涌 酒桶里面放了啥 小麦的金黄 钱汇葱龙 家酿出桶 飘来了什么 风铃的声音 万古的长空 我们伴着这些美酒唱起歌 等啊 等啊 等着风起涌 千风带走了什么下酒 琴弦上的故事 惊艳的美梦 朋友们 让我们共同开启美酒 敬献风神 敬献风神 没有风 可莉 别难过 怎么会这样 雷泽 风神大人没有回来 是不是她不喜欢我们准备的酒 才不会呢 小可莉知道吗 风神大人不仅会变成风 也会变成其他样子 所以今年 她一定是变成其他样子回来了 是吗 变成 变成蹦蹦 好 就变成蹦蹦 听见了吗 风神 嘿嘿 雷泽 风神大人 给你带来祝福了吗 嗯 跟你们一起 说很多 学会了很多 现在 不会害怕 这个 就是祝福 别忘了 将来等你的酒酿成之后 我也要来喝一口 嗯 一起分享 一起 回忆 不过 可莉口渴了 光顾着说话了 我们去喝饮料吧 我听说 天使的馈赠摊位上 新开卖的假日果酿 靠喝了 我要喝 我要喝 嗯 大家 我们走吧 啊 啊 嘿嘿 啊 啊 可莉 你听啊 啊 啊 师父 风神大人回来啦 太好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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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啊 dich 啊 啊 留在这里吧 你是我们的希望 不要怪我 凯亚 做得很好 无愧是我的儿子 你永远是我的骄傲 没想到忙了那么半天 这酒还没酿好 不如将来等儿子开吧 雷泽 你觉得这个名字怎么样 很有冒险家气质的名字 真好 就这么定了 雷泽 雷泽哥哥 快来呀 雷泽哥 Durante 刚才在市场 respond